針對台鐵南站一樓廣場 無法出界來辦辯論會 謝國良認為相當的遺憾 希望未來能夠在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 讓人民有發表言論的自由 民進黨在推動四個不同意的公投宣講 就聚集了好幾十個人 就在南站的廣場 來進行大巡的政治宣講 然而我們這一次想要在這個場地 來使用一個市政政策的討論 卻被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子的一個拒絕 難道只有民進黨 可以在公共空間辦演講 而謝國良或其他政黨 都不能夠辦這樣子的宣講 或者是討論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感覺到非常的氣憤 我也要再次的跟大家說 有些公共空間是屬於大家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 只有民進黨能夠在公共空間辦活動 其他的政黨 其他的候選人 就不能在公共空間辦活動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在這邊是表達強烈的憤怒 而且不同意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措施 那我們未來也會距離力爭 我們認為公共空間 只要不維護到違反安全 沒有影響到交通 都應該是市民可以發表它言論自由 而且讓他們有機會活動的這樣子的權利 這本來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民主自由跟大陸不一樣最關鍵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台灣這樣子的民主自由精神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被很刻意的選擇性的限制了 這真的是我覺得對基隆的民主一個很大的諷刺 至於詢問台鐵方面 基隆南站廣場借用辦活動的問題 台鐵表示目前無可回應 記者黃日生基隆報導 碰到